红点白点谁能喝 怎么行 为什么有的人一杯酒下肚 就脸红薄粗猴屁股比我 而有的人一喝酒 脸色越喝越白 真的是小卓真一情 大隐才成深吧 这期视频给你答案 上一期我们说了 在乙醇脱情梅 和乙泉脱情梅 这两种梅的合作下 我们的身体可以顺利的 代谢喝进去的酒 也就是乙醇 而他俩的工作效率 决定了我们每个人 酒量的大小 一谈到酒量 有些人就要说话了 喝酒脸红的人 酒量更好 别听他瞎说 要回答这个问题 依然离不开这两种大隐功梅 有的人身体里面的乙醇脱情梅 也就是他 源源不断地分解着乙醇 非常敬业 生产着乙醇 但是他的搭档乙醇脱情梅 恰好是一个佛系梅工 装备差 干活慢 那么来不及分解的乙醇 就会越来越多 在身体里面积累下来 但是这些积累的乙醇 可不是什么善谈 乙醇一级致癌物 不但会刺激 把肾上腺素的分泌 让我们脸红心跳 也就是俗称的上脸 还会增加我们身体患癌的功效 所以当我们上脸的时候 其实我们身体里面的乙醇脱情梅 在提醒我们 别再喝酒了 别喝酒 我的工作超不回来 对 所以喝酒脸红的人其实不能喝酒 没错 我们脸白的人才真正的鲜卑不倒 对对对对 又要打工梅出来解释了 正常情况下认真工作的这两种梅 会顺利的代谢酒精 但是如果身体里面这两种梅都十分的灿痒 乙醇就会被堆在门外 没想到吧 大卡车都来了 一堆乙醇堆在门外 时时得不到处理 可是乙醇的有毒啊 身体总不能放任它们不管 没办法 肝脏里原有的梅工不够 身体只能安排大量的血液流往肝脏 帮助肝脏慢慢的 代谢乙醇 身体其他地方的血流减少 我们的脸色也就因此变得苍白 所以理论上 只有身体里面两种梅 都勤劳勇敢热爱工作的人 他们才是谦卑不醉的天选之子 但是别高兴太早 这样的人几万个里面 才能倒出来一个 因为酒精对人体没什么好处 所以不管我们是红脸的关公 还是白脸的曹操 都没有什么小酌怡情 大隐伤身的说法 好了 快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 希望劝他不再喝酒的那个人吧